在去年搭档刘依菲主演了去有风的地方 让自己的人气和热度迈上了全新高度后 理线后续的发展显然也是要更为顺利 尤其是在新剧群星闪耀时 在近期开播后 也是迅速地火出圈 在收视 热度等各个方面上都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作为一部有着叠战元素的作品 群星闪耀时一经上线 所呈现出来的剧情质量 制作水准 以及全员演技在线的表现 就俘获了大批观众的心 出色的收视率 仅次于成欢季的热度值 都让人非常的惊喜 作为男主的理线 也是用自己绝佳的人物代入能力 以及丰富的情感表达 和出色的动作戏表现 再度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毫无疑问 理线的人气和热度也是进一步提升 成为了这个四月里最火热的男演员之一 在群星闪耀时 仍在热播中 并有着非常大希望 将各项成绩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 理线又一部新剧春色寄情人 又在近日正式官宣 在4月22日上新扬八次黄金档播出 两部新剧同档期上新播出 理线无疑又迎来了全新的霸平时刻 比起富有谍战剧元素的青春剧 群星闪耀时 理线的春色寄情人 则是一部彻彻底底的都市情感剧 一体阵容师和身残之间的女孩 之间彼此治愈和温暖 上演了一出成年人的恋爱故事 可谓是从剧情格调 到现实问题的思考 都要更为的吸引人 再度跳出自己过往角色设定的理线 在春色寄情人中 在人物诠释和情感表达等个方面 都有着非常大的突破 在预告和剧照中 理线可谓是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 整体的表现也是让人非常期待 而与理线搭档的女主周宇童 更是九十花钟的佼佼者 甜美的五官 清新的气质 再加上部署的演技 可谓是具备了极强的综合实力 在原本就有着丰富的情感剧 惊艳的情况下 周宇童不仅在角色代入上 非常的精准 而且与理想所呈现出来的 恋爱宿命感和氛围感 更是非常的高 绝对是非常好课的一对荧幕CP 再加上配角中的万鹏 刘玲 吴俊廷等数位 研制演技是立派的支持 春色寄情人 显然具备了非常强的剧集竞争力 尤其是在央巴的支持下 更是有望在收视 热度等各个方面上 取得十分耀眼的成绩 毫无疑问 以群星闪耀时 目前的收视和热度 再加上后续有着 央巴力挺的春色寄情人 李仙不仅开启了 属于自己的霸平时刻 而且也将以自己绝佳的表现 赢得更多业界的认可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聚集影响力 为接下来的发展 带来更多的助力 而且除了以上两部新剧外 李仙这些年攒下的存货 也是足够的多 其中诸如 《人生若如初见》 《练曲1980》等待播作品 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制作 和阵容配置 特别是《人生若如初见》 更是妥妥的年代剧王炸 虽然因为题材和演员的问题 这些作品的档期 迟迟定不下来 但一旦能播出 再有着目前两部剧的热度加持 李仙无疑又将迎来 《新的视野篇章》 《新的视野篇章》 如今的视野感救助 李人生一適 either 甘恨观的点